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读过一本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 叫做《地心游记》 在书中呢 作者凡尔纳就描绘出来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地下世界 那里有波涛汹涌的地下大海 有巨大的蘑菇森林 有主人公与远古海兽令人惊心动魄的战斗 有地下森林当中古猿人放牧的一群如此像 有在海上遭遇的狂风暴雨 有耀眼的电闪雷鸣 以及射人心魄的岩浆崩裂 非常的精彩 那么我们的脚底下真的有这样一个奇妙的世界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脚下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探索 尽管《地心游记》的故事引人入胜 对地下世界的描述呢也非常的鲜活 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或者换句话说 实际情况远超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的确地下世界非常的热闹 但是跟小说里面描写的热闹呢 是不一样的 这种热闹是滚烫的核心 碰撞的热闹 是炙热的岩浆翻腾的热闹 是流淌的地下河 汹涌的热闹 跟小说很不一样 但是同样非常的热闹 事实上我们对于我们脚下这个世界的了解和认识 远远晚于我们对头顶天空的认识 当然所知道的范围呢也要小得多 难怪我们对地下世界呢充满了各种奇怪的想象 要知道伽利略早在1610年就利用望远镜 看到了土星的光环 那可是一个距离地球有14亿公里的地方 而直到现在 人类往地底下钻过最深的洞呢 也不过是12公里多一点 12公里相比于地球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我们的地球直径大约是1.3万公里 那么从我们的地球表面到达地球的最核心呢 就是6500公里 12公里只是6500公里的0.2%都不到 离地心啊还差远了 不要说地心了 连我们已知的地球最表面的一层地壳 都有17公里厚 这就相当于你要在鸡蛋壳上打个孔 想要看看鸡蛋里面藏着什么样的奥秘 但是却连鸡蛋壳都没有打穿一样 好了 我猜大家现在有两个问题可能会要问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往下看如此的难呢 第二个问题呢 是既然我们没有看到过地下的世界 凭什么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是由这些结构组成的呢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首先 为什么我们只能转到12公里就转不下去了呢 那是因为地球内部的高温所导致的 我们知道越往地球内部走呢 温度也就越高 地核的温度竟然高达摄氏6500度以上 太阳表面的温度呢 也不过如此 所以我们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耐热的材料呢 在这样的温度下都会融化的 另一个原因是 随着深度的增加 岩石的硬度也会增加 当我们所使用的转头的硬度 低于岩石的硬度的时候 我们就转不动了 就像你拿着一根牙签 想要在一块玻璃上面 转一个洞一样 是徒劳无功的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以我们现在的科技啊 还无法制造出足够坚硬的转头 来对抗如此坚硬的岩石的 好 第一个问题结束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来了 我们现在知道 地球的内部呢 就像是分了成的蛋糕一样 从内到外分别是地核地脉 还有地壳 地核的中心部位呢 是固态金属 它被融化了的液态金属包裹着 地脉里面满是融化了的岩石 而地壳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它位于我们地球的最表面 是由一层非常坚硬的岩石组成的 把地球呢 严严实实的包裹了起来 既然我们无法钻透它 那科学家凭什么告诉我们地球内部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样子呢 答案也许出乎你的意料 因为科学家是通过地震来判断的 因为当地震发生时会激发出地震波 我们都知道波有个特点 它能够反射 就像光波和声波一样 而且在不同的介质表面 波的反射规律还不一样 科学家于是就在地表收集这样的地震波 然后研究他们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特征 通过分析处理相应的数据 来描绘出我们地球内部的图像 也就是说科学家是靠间接的证据 来推导出答案 现在你知道了吧 地球内部充满了奥秘 期待有一天在你的帮助下 我们能够亲眼去发掘 好 制作地球解剖模型 我们需要用到纸粘土 好 像这样的纸粘土 为什么要用纸粘土 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一些 其他轻纸粘土呢 是因为纸粘土更容易切割 我们待会就会知道它的优点了 我们还需要为纸粘土上色的 丙系颜料 瓦轮指板 一些牙签 双面胶 剪刀 尺子 刀 还有这样一张 打印好的纸 大家可以通过下载链接 找到这张纸的文件 好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地球给做出来 好 拿出纸粘土 切这么一小块 好 这么一小块呢 我们要把它做成地盒 地盒呢 我们希望它是红色的 这里面呢 滴一点点红色的颜料 好 把它做成一个圆圆的小球 放在边上待用 接着分别照这个样子呢 准备出不同颜色的粘土出来 好 我们现在有红色 黄色 棕色 绿色 蓝色 白色 这几种不同颜色的粘土 我们现在呢 就要把红色呢 作为我们的地球的地盒 放在中间 然后在地盒周围呢 包裹上这样黄色的地脉 所以说我们先把地盒呢 捏扁 然后把红色的地盒放在中间 就像包汤圆一样 把它包起来 然后搓圆 然后再在地盒周围呢 包上这样一个棕色的地壳 在地壳的表面啊 就是我们的海洋 还有陆地 还有森林了 那我们先把海洋给铺收上去 我们会发现啊 地球有大约70%的面积呢 都是被海洋覆盖的 所以我们蓝色的部分呢 可以多一些 然后把它捏成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盖在我们的地球表面 然后再增加一些 这上面呢 我们点缀一些绿色的森林 好 就像这样一样 最后加上一些白云 白云可以小一些 细一些 然后分散一些 这样会显得更自然 好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像地球呢 白云 森林 沙漠 陆地 还有海洋 好了 现在呢 到了非常关键的一步了 就是我们要把它解开 Po出来 让我们看看地球内部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儿呢 就是 这儿就要体现出我们使用纸粘土的好处了 因为纸粘土可以非常容易的被切开 它不像其他的一些青纸粘土一样 是不容易被切开的 好 我们要像切西瓜一样切出四分之一块 好 正好拿开 现在我们来看看 如果觉得有点不太圆的话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好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球内部的模型就已经做好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给它做一个展示台 我们需要这样两块瓦轮纸板 一个小一点 一个大一点 把小一点的粘在大的上面 然后在它的正中间插上一根牙签 牙签的目的呢 很显然是为了固定我们的地球模型 好 像这样一样 接下来把这张卡尺的宇宙弯剪下来 把它对折 在下面贴上一条双面胶带 然后呢 把它粘在这个边上 成为我们地球模型的背景 最后 制作一些标签 先把这个标签对折 然后用双面胶把它们粘在冰棍棒上 好 最后把相应的标签插在相应的位置 地壳 地面 终于不要把彼此给挡住了 然后地核 好 我们的地球内部模型呢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大家学会了吗